第1413集 仙子 我曾经画了三千张关于你的画像 都被珍藏起来 埋在阳间各地 此生难忘 当听到这种话语 楚风忍无可忍 冲过去后 拎起来石棺来就是一顿摔打 你个老帮子 愚蠢的厉鬼 竟敢挑衅我的底线 亵渎我害死他娘 我打死你这个老混账 如果能够将他从棺材中救出来 楚风一定会暴打他的真身 毫无疑问 石棺中的九幽旗被打懵了 完全不知道什么状况 直到被摔得滚了一溜烟后 他才回过神来 而后大怒 我娶你大爷他 你发什么疯啊 老夫怀念昔日的红颜你都要管 你怎么这样霸道 老夫 老夫跟你拼了 他气急败坏 震动石棺 简直是要血雾滔天 然而这一切对楚风无用 他身穿熔炼 有轮回土的龙鳞甲咒 天生克制对方 那些手段对他无效 楚风呵斥他 但是见他这么激动于愤慨 他也察觉异常 难道真误会了什么 你确信认识这个女子 废话 随便问一个史前岁月的进化者 就没有不认识他的 他是阳间第一美人 妈的 这次轮到楚风傻眼了 在这里发呆 他仔细看了又看 果然发现到一些异常 难怪这个女子比秦洛英还要精致一些 不是同一个人 但是他们实在太像了 连穿着喜好都一样 风格气韵也相仿 只不过 这个女子更加的风采自信 名谋有神 她的美丽 有种法子内心的超然于笃定 内心强大 看来是误会了 同时楚风也确信 那金色缝隙空间中的女子 是能量琐化 是一片烙意 他之前认定是秦洛英 只因先入为主 乱了分寸 更是被击中了心间的一片柔软 勾动其伤感情绪 所以才有各种误判 可是为何这么像呢 连风骨气质都神死 而且都是大梦净土的弟子 让楚风觉得过于巧合 我已经知道 当时没有你了 但我坚信你一定会转世 有朝一日 我们还能再相见 就在这时 九幽齐的轻语声触动楚风 同时如同一道闪电击中她 这一刻楚风心中一震 被惊醒了 难道说 秦洛英曾是眼前这个女子的转世身 很久以前 她不相信什么轮回 不认为存在 可是自身都亲自经历过了 怎能再否决呢 即便是那条轮回路 看起来是人为布置的 不像是天地自然生成 但是 对于一小部分人来说 效果一样 她不见得可以让众生都可往生 但某些进化者 是绝对可以走上那条路的 楚风让她说一说阳间第一美女 昔日救世 说了对你有什么用 你一个毛头小子 搁着千古 还能去为她打抱不平 舍身相救吗 千古过去 岁月无情 梦古道都被灭了 都不用去细想 当年的阳间第一美女 也肯定早已香消玉隐 不可能还活着 久又其补充 带着钦佩 也有些炫耀 仿佛让她也有荣光 感受到衣室训乱 你知道她当年有多强 有多经验吗 她是阳间最年轻的天尊 号称有史以来最惊人的天才之一 楚风的确被震住了 眼前所见的史前时代的女子 很早就是一位天尊了 这么强大 如此的经验 的确不是凡人 有很难超越的过人之处 这是古史中的强大天才 同时 这也让楚风心头一动 这种人还真有转世的可能 小阴杰 曾出现过一模一样的秦洛依 且为大梦净土的弟子 难道有关联吗 可悲 家人已逝 一缕幽魂入画卷 还能否再相见 九幽奇盯着那片小天地中的少女身影 在那里赶怀 等会 我想起来了 楚风赤道 打断了她这种轻声回忆的状态 楚风记得清楚 半年前 在雷击山上两位轮回狩猎者审问她时 这头九幽奇 将四岁偷看师姐洗澡的这种烂事 都给招出来了 同时她更是提及到 她的结拜大哥娶了杨坚第三美女 她一时的羡慕嫉妒 便去抢杨坚第一美女 结果 没成功 她反倒被暴打了一顿 这老家伙 一服深情缅怀的样子 其实跟她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她最多也只能算是轻目不成 用强被揍 楚风毫不客气的阶段 将她自己在雷击山的供词说了出来 久悠奇恼羞成怒 要你管 谁没个青春冲动时 我轻目我喜欢 就这么一回事 楚风哑然 这就要什么事啊 如果有朝一日 秦洛因再现 而且真是那所谓的 新年第一美女转世身 这老家伙会不会也不要脸的 去套近乎呢 行了小子 你不用问东问西了 史前最经验的天才丽人 跟你没关系 哪怕再现你也争不过我 我要以最强盛与年轻的姿态出现在她面前 你只是痘子那么大的小屁孩 什么都不要想了 楚风听到她这种话 真是有一种想打人的冲动 莫名其妙出现这么一个老祸乱颤和 恨不得一脚踹到天边去 我警告你 那是我孩子她娘 有多远你给我死多远 小子你什么意思 才几岁就这么的惦记女人 还要跟老夫争红颜知己 你想成为史上最强色狼吗 死一表去 楚风一脚将石棺踹开 这时 那金色虚空裂缝中传来鸡血般的声音 属于此地的传承印记在发生 竟是在针对那少女开口 大难来历 祖师无能 没有保住你 送你一缕幽魂入太虚 一是天资融化卷 漫长岁月的魔力终会有一线升级 当你在于阳间县 且此地开启 还你天赋烙印归去 再现最强天资神 他居然说出这种话 然后 那个桃林中的少女便碎裂 化成碎片 飞了出来 而后 书的消失 那所谓的太虚 一定是阳间究极之宝太虚他 传说在第五禁地中 经他魔力无数岁月 又一线升级去转世 九尤其震撼了 而后彻底激动了 我 我应该没有解读错误 天哪 天哪 他真的出现了 再现阳间 而且 是我今天无意中开启此地 释放出他新日的天赋烙印 我将成全他 这 真是缘分的 楚风听闻后 一脚将石棺踹出去三个跟头 他身体略微轻缠 有喜悦 也有惊悚 喜悦的是 秦洛因一死 转生成功 在这一世还能相逢 这一切都是由楚风 亲手开启 梦古道的 史前金色裂缝空间所致 成全了他 现在 他的天赋烙印归去 弥补先天身 无疑会更加惊艳 有可能再现史前时代的仪式辉煌之资 若天赋惊艳古今 一起梦古道旧事 那还是小阴间的他吗 九尤其打断他的思绪 并在那里正观 砰砰作响 相隔千古 终是由我来救你 虽曾岸然神伤百事 但我们终要走到一起 这是冥冥中的安排 命中注定 我们此生重逢 楚风 实在是受不了他了 这孙子自我感觉太良好了 也不想一想 究竟是谁打开孟古道的神秘空间 这是想成为他的情敌吗 楚风说着 马不知脸长 你这老货再敢胡言乱语 我笑死你 当想到这是一个老头子 而且还是死过一次的 他就个影 作死妄想 当他情敌 到时候肯定要拍死 本集 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